耐特能给火箭带来帮助吗? 北京时间8月31日,火箭和太阳完成一比四人交易,并得到前方克里斯和空位耐特。 在经历了重伤之后,布兰顿耐特能否给火箭的一号位带来帮助? 今年26岁的耐特是2011年的首轮八号秀,他曾被寄予后望,但是他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。 在火塞打了两个赛季之后,耐特就被交易到雄鹿。 两年后,他再次被交易到太阳,2015年夏天,耐特和太阳续约了一份五年七千万美元的合同。 之后的那个赛季,耐特场均得分创生涯新高,19.6分。 但是2016-17赛季,耐特的出场时间大幅下滑,因为随着布雷德索的健康回归,耐特成为了第六人。 他那个赛季场均得到11分。 而且从进阶数据来看,耐特在2016-17赛季的RPM值真实正负值,仅为负5.32,在联盟所有的空位里排名大数第二。 至高于维德·鲍德恩,上赛季,耐特因为左膝盖时责任但受伤,而整计报销。 他的健康是否完全康复还不得而知,但即便耐特完全康复了,他的技术特点是否符合火箭的打法。 耐特在2016-17赛季的三分命中率为32.4%,他能否给火箭的一号位带来帮助和提升,这都是有待观察的。